大家看到沒有 首先要抱歉 因為昨晚工作關係我不太夠睡 陳雄鴻老師你夠不夠睡 我應該夠睡過你的 因為我看完一位婆婆下機之後我睡了 你真是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呢 我其實是很想有這個世界的大變 如果有世界的大變 我就不用做這個節目 好像很多事情 不用這麼辛苦 結果不如我所願 見過大家今早就要上班 但是沒辦法的 我們看一看這個浩寒的宇宙 今天我很坦白說 我看了一個James Webb 他在太空發出來的圖片 我就覺得很震撼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看的 其實這件事就要稱讚台長你對新聞的觸覺 因為其實你說我作為一個這麼有興趣的天文的人 我都覺得James Webb這個望遠鏡 是會繼續有意無意地擠牙膏 給我們很多很漂亮的圖片給我們看的 而他很多就是說我們過往拍過的東西 他現在再拍一次 之後不停地去展示給你看 舊的分別和新的分別 有很多是我們以往覺得非常印象深的一些的星體 他如果再給我們一張新的照片看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哇!就是James Webb厲害 還有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說 這張照片就是在一些新攝影的照片裡 會給我們什麼新的天文知識 所以我想在接下來我們未必說會 整集是這樣講James Webb那個望遠鏡的結果 但是我們零零碎碎都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譬如說那張照片能夠帶給我們新的物理知識 我們都會很零碎你介紹一下 這個在英文的標題就是Cartville Galaxy 另外想起這個陳奕迅的幸福摩天論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這個銀河會有一些形狀 會讓我們投射到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符號 或者是一些幾何的同胞 就是它不會讓人告訴我 我要做一個幸福摩天論的銀河是必泰空的 所以我作為一個門口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主觀投射還是 宇宙有很多很無秘的東西我們還不知道呢? 我就覺得人作為一種不停地喜歡去認pattern的一種動物 就很喜歡將一些主觀經驗去投射的 就是日常生活用品一些見到的形狀 你很容易將它拿來明明了你天空上見到的東西 你譬如古希臘去弄一些星座也好 還是古代中國天文去弄明明星座也好 都將很多他們日常生活 或者是一些道德概念 一些神話傳說放上去 或者很簡單的說你只是地名 你會發覺只是這個香港或者只是這個廣東沿岸 很多地方叫銅鑼灣 叫銅鑼灣的 因為他們生活看到一個銅鑼 銅鑼是一個圓形 看到一個地方比較圓一些 叫它做 這個東西像我們日常看到圓形的銅鑼 叫銅鑼灣這樣 只是香港都有兩個地方叫銅鑼灣 那是不是見到銅鑼灣 是否等於我們見到銅鑼灣 這樣又不奇怪的 基本上都是理由 反過來就是 不是那個天特地弄一些東西像你 而是那個天已經弄了很多東西在那裡 不過我們日常生活弄一些東西 不覺得有些東西像天常見到的東西 但是這些純粹是從文化角度去說 但是你說如果說在天空上面 你說如果是天文物理學上來說 更加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形成到這些很奇怪的形狀的銀河呢? 其實只是那個銀河 如果你說 你作為一個我教書的人 你任我講 我可能不過意講了一整集的 因為只是說銀河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形狀呢? 是很多不解之謎的 那麼我們的銀河 我們預計就是一個碟的形狀 以前有些就會是一個球形的形狀 有些是不規則形狀 宇宙初生比較早期的銀河 又會有那種 無論是成份與大小也都是很不同的 那麼這次我們看到那種幸福摩天倫形狀 我們叫它叫Cartwell Galaxy 其實又是另一種東西來的 我們會預期它又會有個不同的形成機制 背後又有個不同的故事在那裡 那麼我們看的時候沒有辦法 我們將很多的影像 擺在一個二圍那裡投射 那麼你有沒有辦法在旁邊再看呢 我覺得又難一些 但是你可以大約 如果比較精確的量度到 在舊東西上面那些東西的距離 密度啊 光度那些 你大約對它整個三圍的形狀 會有一個比較清楚一點的了解 譬如在James Webb第一批的那些星裡面 其中一個叫做五重咒的文河那張圖 它其實就是有四個的文河是很靠近的 但是有一個零零射射在前面而已 就好像你拍照的時候 有個人在前面放進來的那樣子 那麼巧你就會看到 以為他們五個走在一起 但是其實是四個走在一起 前面有人放進鏡的那樣子而已 那麼現在這個 譬如幸福摩天倫那個 其實那個故事就更有趣了 那麼其實它都有兩個東西 形成它出來的其實就是 嗯 好了 那個最大的疑問就是 我們有了這個望遠鏡 和沒有這個望遠鏡之間的分別呢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張圖片 可以看到這個不同之處呢 我們看一看那張 譬如看舊的那張 就是Cardville Galaxy 我講了那麼久 其實就是在講哪張呢 其實台長背後你已經可以找到 有新有舊的了 舊那個我想比較容易的認 比較像一個荷包蛋 藍色、白色 中間有個鹹蛋黃的東西在那裡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以來拍到它了 就拍到一個這麼有趣的形狀 其實很有趣的 這種形狀的東西呢 我們一看我們就知道 和我們那些什麼 自己的銀河 和最近我們那些仙女作銀河 是有些不同的 起碼你不會看到這麼清楚的蛋黃的結構 和你不會看到外面有整個車輪這樣的結構 就像如果沒有我們銀河和我們隔壁的仙女作銀河的話 那現在這一塊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就算看了一些天文教科書去介紹這個 他就會說了 天文學家基本上都很相信 就是說這塊東西不是單一個個體來的 而是原本有兩塊東西 撞在一起形成的一個結構來的 它可能是一個 原本的彈簧那個位置 是自己一塊比較實正 就是比較密度高的一塊銀河 它就撞進去另外一個比較鬆散的拋野 一撞的時候 那些衝擊波就令到中間那些東西撞散了出去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 有一個原本是單獨的彈簧撞進去 一批單獨的蛋白一撞進去 一整批撞散進去 就是它不是來自原本同一隻雞蛋的 是兩個銀河相撞的結果來的 在這裏其實我們就會說 每天都會有興趣問 這兩個銀河相撞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這裏其實就看到其中一個相撞的結果 就是有機會出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種結果 就是譬如說它撞的時候 是不是零零詩詩的很正面地撞 還是撞邊啊 還是直接是不撞邊 但是大家近的時候互相繞一圈 互相再撈起來 好像花生糊撈芝麻糊一樣 那是你那個撞的參數不同 令到它的結果都不同 現在似乎這個撞得比較硬的 就整個砵這樣散開了出來 但是我們應該不是理解成 好像地球給一個行星撞 不是這樣的事情 因為那個很大的 裡面應該還有很多空間 只不過是大家混合了這樣 其實是的 我就會說你真的等於一個蛋黃撞蛋白 兩塊好像樓體的東西撞在一起出來 但是我覺得更加有價值的就是 其實將這張圖 和我們最新的James Webb 拍到的那張圖做一個比較 一拍完你就看到 我們是不是從這裡再看到多一點點的東西呢 那James Webb那張圖 它那個著色的技術就再豐富一些 因為我們拍到複雜一些的東西 所以上色的時候 你看到就色彩斑斂一些了 在這裡看到就不是說它實際的那個影像 真的那麼色彩斑斑 因為大家要知道 你如果用James Webb去看 很多時候就是會看那個紅外線光譜 對於那個紅外線光譜的強度 我們眼睛看不到 我們就要適當地去將它著色的 但是很明顯你會看到 我們用James Webb去拍的時候 你看到這張台長身後面拍的那張照片 有紅有藍的樣子 是一些染色的效果 但是你不要理它什麼顏色 你只是看它那種裡面的結構形狀 那些一些細絲 現在就不只是像一個荷包蛋 我覺得就像台長 你現在不夠睡那隻眼 那些紅筋都飆了出來的那隻眼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在這裡很初步說 如果科學家 他看到這樣的圖和舊的比較 可以嘗試再做些什麼 其實背後那盤數據就大約告訴你 大家可以聽聽 由那個彈簧到外圍那圈的蛋白中間 那堆東西結構是怎樣 裡面的物質分布是怎樣 那你甚至乎可以想像到 那兩塊東西撞起來的時候 那堆衝擊波向外發散的時候 那個發散的形狀是怎樣 那你其實多多少少能夠 把整個碰撞的那個動力殼 是去給更加多的數據出來的 那在這裡 就是我不是一條很簡單的數 但是問題就是背後 你將那些數據 加上這個觀察還原回整個 你可以大約理解一下 那個碰撞的過程大約是怎樣發生 那就給得到更加多的資料在那裡 那你會發覺就是在外圍那圈 就特別光的 就是就算看舊照 都是外圍那圈特別光的 那裡就是那個衝擊波向外發散之處 那在這張新的照片裏面 都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其實這些位置就是正正 就是它很強大的那些 那個的衝擊波衝出來 你可以想像就是由原心 由彈簧那裡 向外有一個好像海嘯那樣的衝擊波 向外這樣轟出來 它轟的距離我大概 我沒有一個數字去記得 但是都不會比光速低很多的了 但是中間經歷了大約 粗量估計就是4億4千萬年的時間 就是說由它一撞到 都發了整個衝擊波 出了整個荷包彈的形狀出來 那個衝擊波是走了4億4千萬年 而那個衝擊波的最外面邊緣是特別光的 你就預期就是在那個位置 那些衝擊波一到就是特別多 那些物質的密度突然之間提升 令到那裡新星體產生 宇宙塵埃密度提高 新星體產生的機率特別提高了 其實在這裏我會這樣說 那個物質分布範圍 不是只有荷包彈的 其實在外圍都有少許的 只是疏離物的 但是衝擊波特別強的位置 那個物質密度特別強 你就會看到一圈特別光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些星層特別容易積聚 特別容易形成新的太陽 新的星星甚至新的黑洞 就是會在那個位置那裡會誕生 就是在這些發光的位置 我完全看到那個新星誕生的 那個特別大機率的位置 也都反映到整個 兩個元組的銀河撞擊的時候 出來的衝擊波是怎樣產生的過程 就可以在這裏去追溯出來 那有沒有像我們 一塊石頭跌了去那個湖裡 它擴散那個 甚至乎你可以想像 一個小行星撞到地球那邊 一個海嘯一夜湧出來 就是有一點像一個這樣的情形 其實是 但是在整個預測裡面 這些銀河系大家撞擊那個因 就是那個機率 過不了 還有為什麼會撞呢 大家那個機率 我給不了那個數字出來 但是你只要周圍去拍得多 你就知道是很多發生的 很多是不規則形狀 純粹是兩支 好像兩支雙子棍 這樣在互相扮來扮去 這樣的東西也有 有些是 有些是原先的形狀 你是一個很圓形 很圓形的東西 有時候你是兩隻碟 原來兩隻碟 不是兩隻碟這樣 不是兩隻飛碟 就是一隻碟打斜 大家打靠叉去撞起來 出來的形狀又會不同 就是大家做過很多的 電算模擬去評估過的 但是當然最實際的就是 你由那個直接的天文觀測 幫你去給一些數據出來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只是研究一些東西撞 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這個要引伸到你要理解 我們對於銀河系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不了解 就是譬如仙女座船窩星系 和我們的銀河 為什麼形狀要是 為什麼會有一條條這些船臂 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大約知道為什麼要一一碟船臂 有兩雙船臂拼來拼去 我大約知道 但是為什麼有些有四條臂 六條臂 就是不止 有些就是譬如我們銀河 有很多條臂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我們不會解釋的 還有就是說 外面銀河 可能有些聽眾都聽過 另外銀河我們怎麼解釋它的轉速 裡面那堆物質和外面的物質 為什麼裡面的數個轉速的數字 是這樣的 外面的轉速的數字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解釋的 因為在我們的力學裡面 我們認識的相對論裡面 我們會認為 外面的東西 沒有可能轉得這麼慢 但是現在我們看外面的東西 轉得很慢 比我想像中慢 那我們就說 其實會不會有些我們看不到的 暗物質在這裡 就相對在外圍裡 令到就是說 根本上外圍不需要那麼 沒有可能需要那麼大的轉速呢 這樣 在這裡 尤其是銀河和銀河撞擊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玩這件事情了 究竟上面的暗物質的分佈是怎樣 要下多少 然後才能夠出到這個撞擊的效果 就是不只是說它撞的時候 是什麼入射的角度 它本身的兩個銀河 本身它那個暗物質的分佈是怎樣 現在甚至乎我們看到有些銀河 似乎是沒有任何暗物質在這裡 這個就更加奇怪了 有些銀河我們不加暗物質下去 我們解釋不了為什麼它會這樣 所以呢 就是在這些這樣的撞擊過程裡面 我們猜它本身是什麼 其實是 就是如果我們很清楚每一顆銀河撞 本身是怎樣的時候 它的撞擊是怎樣 那個愛因斯坦港熱商都搞定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不是 我們很想由這些這樣的觀察裡面 評估我們的理論 差了些什麼 是在物質上差一些東西呢 還是理論有缺失呢 這個就是很簡單地說了整個影這堆東西 理解這些撞擊 去跟背後我們怎樣了解 那個粒子世界之間的關係 就是在這裏 大家如果看到電腦的畫面 還有這個卡圖 這個車輪式的 還有一個所謂pint view 船窩式的銀河系 所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 我覺得那些為什麼這麼奇妙呢 就是這支外派這個James Webb的網絡鏡所 就是我們很期待 就是大家記住我們講過這件事情 但是我很期待就是 會不會我們接下來可以透過 不只是那張照片 是透過背後形成那張照片 後面的那些數據 來去還原這些星系撞擊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我們學到新的東西呢 我們可能將來我們一有留意到 我們就繼續去跟大家報導了 我們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